铁道明期待已久的仲夏寶导号 在7月15号正式起航 不过因为天气太热了 加上它是老火车 出现了过热问题 误点了50分钟 不过这并不影响到铁道明的热情 台铁局表示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结合了花莲与台东地区的创生团体 其中一个停靠站复理站 复理乡公所也特别邀请了在地小农 在火车站旁公园举办了 仲夏寶导号农特产品的市集 蒸汽火车发出鸣笛山近站 玉里火车站 一旁的铁道迷争相拍照 这是今年首趟的仲夏寶导号 7月15号启程 今年度仲夏寶导号是由 蒸鸡女王CT273蒸汽机车 附挂六节举光号车厢行驶 在玉里到台东间 沿途停靠玉里复理池上 关山复原山里 以及台东等站 今年我们仲夏寶导号 我们特别扩大 我们结合花东地区 我们各停车站周边的乡镇室 那我们用创生的方式 也就是说每一站 我们停留时间在久一点 然后呢每一站都有丰富的 包括这个饮食 包括这个特色 文化 包括表演 当然了 也包括很多其他地方创生的项目 那我们希望能利用我们仲夏寶导号呢 把整个活动带起来 这台蒸鸡女王 原预计是十点抵达到玉里车站 不过因为天气炎热 加上已经是老火车 出现过热问题5点50分钟 资深司机员笑着说 今天忘记喂他吃乖乖 才会半路出现问题 忘了我们阿胡忘了给他吃乖乖 所以他临时路上有补充 待会儿会喂他 各位放心 因为毕竟这么多岁 一个老人家早上起来 不小心会打个哈线什么的 所以今天他稍微状况有一点 那个应该是昨日的问题 那我们我们団长 已经也在这边准备了 我们等一下要把那个状况去把它排除掉 大家应该是可以安心 左温车子那动轴 动轴 它运转过久 它会温度过高 这个在我们正气火车也是不允许的 它的温度 我们最重要的温度都不能过高 有一定的固定的那素质在里面 所以大家请各位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正气火车 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各位 今年仲夏宝岛号 更特别的结合了游轮式列车 推出古董蒸汽火车主题二日及三日游 规划7月14号中南部出发 8月4号与8月19号北部出发行程 提供12支行程选择 相关的行程欢迎到铁路局的网站查询 并且订购 记者高雄双鱼离镇采访报道 昨天